我們來解這個方法 首先限制是5x-1要大於1 再來是x加1要大於1 而且x加1不能等於1 我們取他的交集 我們取他的交集的話就畫圖 第一個畫為在五分之一 x加1要大於1 第二個畫為 x加1要大於1 x加1要大於1 第三個畫為是x等於1要挖掉 等於1的話可能在這裡 這五分之一 連在這裡 要挖掉 不過因為他取交集 所以最後的結果是這一段 所以得到結論 x要大於1 得到結論是x一定要大於1 這三個部分的話 取交集得到1 在這個限制底下 我們就可以超過他 兩邊給他取指數 取指數以後就是5x-1等於多少呢 x加1等平方 兩邊取指數 以x加1為頂 然後這個等於多少呢 x平方加2x加1 然後我就得到 x平方 那我一個是1過了 2-5是-3x10 i過了是加2等於0 好那我給他一四分解 這是x-2x-1等於1 所以我就得到x等於1 或x等於2 1或2有不在裡面 有 兩個都是幾 所以答案是這個 謝謝 謝謝